故真解月 月月佛所证 这四十八愿介入光寿法神 各位 极乐一正 知识弥陀法神之流行也 故四十八愿全行法神 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 告诉我们这个四十真相 那就是 法藏菩萨所证 正的什么呢 四十八愿 就是 无量光寿 光 是佛的 智慧神 寿 是佛的法神 佛的法神 没有形象 佛的法神 就是 长疾光 长 不生 不灭 疾 是清净 无然 换一句话说 一念不生 这才是 守 一念不生的时候 没有生灭象 那就是无量守 光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这是佛的法神 法神 便 一切处 所以在中国大臣经里面 法神 佛 佛 名号叫 皮怒哲那 皮怒哲那是 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就是 便一切处 那一切实 一切处 它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如果它不在了 会是什么现象的 这一切法都不见了 因为一切法 依靠它才能信心 这就是 能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 怎么信出来的 从无量光守现的 无量光守是能限 一切万事万法是所限 光守不可得 所以万法也不可得 光守是真空 万法是妙有 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 真空是体 妙有是用 如果从体相用来说 妙有是相也是用 它是一体的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对学佛人来说 是无比的重要 没有这个概念 你入不了佛门 有这个概念 你才能入门 入门怎么入法 放下就是 就是不能做相 一桌就错了 相是假的 真空 了不可得 幻象也了不可得 不能住空 也不能住油 如果是我都不知足了 那还是你有一个都不知足 还是知足 那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 一念不算 六根在六尘境界 一人见四二闻神 必修相舍成为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 那就是你本来面目 宗门所说的 那就是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就是真乎 就是本性 你就见心 那一念多了 就是万福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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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